年仅14岁的少年 被爵士美女俯下身包扎磨破的脚 看着美女白皙得脖颈娇俏的脸庞 少年按耐不住心中的躁动 就这样 两个同样无家可归的人 在这个晚上成为了彼此的依靠 可是下一秒 女人见到流浪汗起了贼心 少年经不住女人的撩拨 念念不舍地转身离去 可十天后 警察发现了流浪汗的尸体 女人无疑成为了最直接的凶手 四十年后 天城印刷厂走进一个年迈的男人 男人气喘吁吁 爬上了楼 请求为自己多印刷几份报纸 而报纸的内容 正是四十年前的那桩命案 可印刷店的老板看到这份报纸 却忍不住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天 没错 他就是当时那名同行的少年 少年名叫小野 是铁匠的儿子 但父亲早逝 而母亲早已有了新的归宿 十四岁的 他不愿在这个破败的乡下 草草一生 便决定到城里去 哥哥的印刷厂工作 没有告诉母亲独自上路 可山路艰难前行 没走几步 就被一条蛇挡住了去路 他拿起棍子准备防身 可此时卖糖的商人救了他 商人告诉他只要不管他 静止离开就不会被伤害 就这样小野度过了第一个危险 并买了商人的两颗糖 此时他还剩下三个铜板 商人表示给他看个好东西 里面是不可描述的画面 见到小野羞的面红耳赤 商人笑着和他分别 小野不愿一个人前行 好在这时他又看到了一个大叔 他追上去询问大叔的目的地 并表示想和大叔同行 没多久两人见到一个小店 长途跋涉的两人吃了顿饭 顺便聊了聊家常 小野的脚已经磨出了血 但他仍准备继续前行 饭后小野表示自己可以付饭钱 此时他只剩下一个铜板 没走几步 两人遇到了一个流浪汉 不伤告诉他做坏事的 都是这些流浪汉 叫他小心一点 小野想着反正是与不伤同行 自己也不必担心太多 可没走几步 不伤又要与他分别 天色渐暗 小野逐渐开始感到害怕 甚至后悔 即使两步一回头 他仍然不敢继续前行 现在回家 只需要再走一个晚上 就可以回到乡下 就在他犹豫不绝时 路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女人貌美如花 询问小野这里是哪里 并问了他的目的地 现在的小野已经准备回去 两人便结伴同行 开始的小野腼腆内向 女人问起什么 他只会回答是 女人叫阿花 是附近有名的异己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倒也逐渐热络了起来 到了晚上 小野已经开始一瘸一拐 阿花发现了他的异常 便准备帮小野看看 结果果然发现小野的脚已经磨破 可天色太暗 阿花准备点着一颗烟 用火光照亮 可因为潮湿 却怎么也点不着 好在小野有火 阿花点着烟后 开始耐心地帮小野查看伤口 可他白皙的脖颈 与热烈的红唇 却吸引了少年的注意力 但是这时 一个流浪汉 吸引了女人的注意 男孩表示 如果他敢乱来 他一定会保护女人 可女人貌似 才是想乱来的那个 他表示自己 和流浪汉有点事 说着便让男孩先离开 自己事情办完了 就会追上他 男孩虽然不愿 但还是先行离开 可是跑到半路 还是想回去等女人同行 结果刚回到刚才的草丛 就听到女人的声音 走近一看 两人居然正在交流 男孩躲在草丛里 看完了全程 结束后 女人在流浪汉的身上 找到了一块钱 拿着钱扬长而去 可男孩似乎 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紧紧握着的凶器 已经划破了他的手 看着流浪汉穿衣离开 他直接冲了 上去框框就是两刀 流浪汉本身就有智力问题 自然对付不过 年轻的少年 于是慌忙跑路 可小野觉得这还不解气 一路追着流浪汉 到了山下 此时下起了大雨 直到见到流浪汉被洪水冲走 男孩才肯罢休 第二天 警察接到了报案 说是在天城山下 发现了一起命案 警察叫田岛 那是他当上警察后 遇到的第一场命案 可是赶到现场 却发现并没有尸体 只有带着血迹的衣服 和一些死者生前的贴身物品 但报案者声称 这一看就一定是命案 而且应该不是谋财 因为他们在河边 还找到了几个铜板 如果是谋财 这边一定不会留下钱财 可四处搜查后 始终找不到尸体 在报案人的帮助下 他们在不远处的制兵场 发现了脚印 他们量下了脚印的尺寸 看来应该是女人的脚 于是他们开始 顺着这条路一家一家 盘问下去 店家表示案发当天 那天曾经在这条路上 看到过一个女人和孩子 于是很快就锁定了小野 田岛追到了小野的家 但看到小野才14岁 便没有多想 只是随意问了几句 在和小野的聊天中 田岛得知阿花是附近的异己 而且据小野所说 曾在案发当天 看到过阿花和流浪汉在一起 在联合起那个脚印 田岛立刻觉得凶手就是阿花 便很快带人抓到了阿花 质问她是否杀人 阿花被问得一脸懵 表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田岛带来了小野作证 看到小野前来 阿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并且表示这种事情 不该把小孩牵扯进来 可是他的热情和好心 并没有得到小野的体谅 懦弱让小野最终在警察面前 指认了阿花 直到小野离去 阿花才开口求救 可是这时为时已晚 而且阿花之前在店里 曾经就为了争夺客人 对同事拔刀相向 在田岛眼里 这就算是有前科 阿花表示自己真的没有杀人 可是田岛的态度 越来越严厉 甚至直接对阿花拳脚相向 阿花吓到失禁 最后田岛拿出了流浪汉的那一块钱 因为这张一块钱 并不是普通的钱 这一块钱上面 被人写上了此人 拜托了五个小字 前几天 几个醉汉正在上厕所 结果发现地上好像有人 仔细一看是个流浪汉 醉汉以为流浪汉死了 结果看到流浪汉还在动 吓了一跳 觉得很对不起流浪汉 便主动出钱 让流浪汉到附近的旅店住了一晚 酒醒后 几人觉得流浪汉可怜 还给了他一块钱 担心流浪汉以后出事 还在钱上写下了此人拜托了 晚上就被一集发现 并进行了强制交易 结果事情结束一集刚一离开 就有一个少年拿着凶器冲了出来 就这样流浪汉领了盒饭 第二天少年 则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回到家发现母亲正和邻居大叔不可描述 少年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继续假装没看见 而且此时他正忙着销毁凶器 因为父亲是铁匠 所以小野也继承了打铁的能力 很快便将凶器变了一副样子 但警察还是很快找上门来 只是田岛并没有怀疑这个孩子 再加上小野的口供 他很快就认为凶手是异己 所以在田岛将他带去警局时 他还是指认了阿花 小野回去后 阿花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杀人 可是此时 田岛拿出了那张一块钱 那张背后写着字的钱 本来是流浪汉的 现在却到了阿花的手里 阿花的解释并没有让田岛满意 这冰场的脚印 小野的指控 流浪汉的一块钱 再加上阿花曾经有钱科 种种证据全部指向阿花 阿花的辩驳在田岛这里 不过是死鸭子嘴硬 所以他便对阿花拳脚相加 最终阿花驱打成招 表示流浪汉是自己杀的 警察带走阿花的那天暴雨如注 小野也来凑热闹 此时阿花大概能够猜到凶手就是小野 但是他已经无能为力 在人群中 他一眼便看到了小野 他静静地看着这个陷害自己的少年 最终和他说了再见 而这一幕 也永远地印在了小野的心里 40年后 小野终于如愿到了印刷厂 并且成了印刷厂的老板 却不想 此时田岛突然找上门来 两个年鱼半百的老人 在茶馆坐下来聊起了当年的事 直到这时 田岛才意识到 当年的事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他质问小野到底为什么要杀流浪汉 可是小野直到此时还不愿意承认 他询问田岛后来如何 田岛表示最终因为没有找到凶器 所以阿花被无罪释放 但是阿花命苦 最终在邻居的流言蜚语之下死于肺病 那是他当上警察后的第一桩命案 所以到现在始终耿耿于怀 而且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 就算他想帮阿花翻案也无能为力 因为日本的翻案期是15年 田岛走后 小野突然心脏病 发作紧急去了医院 可是医院并没有救回他的命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的脑海里 还是当初阿花和他说再见的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